那POWER BI怎么下载 可能你们都会啦 但是我还是快速讲一下 假设我今天这你们就不用跟着做了 如果现在我想要下载POWER BI 像昨天好像又有最新版 所以你们现在在用最新版 我还刻意留了 我不是最新版想要给你们看 那个更新 更新大概要怎么做 首先POWER BI如何下载呢 点选这个Chrome浏览器 我我比较喜欢使用Chrome 而不是使用微软的Edge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就输入POWER BI下载 其实他这边 这边你打POWER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出现 第一个 第一个下载POWER BI工具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其实POWER BI有很多个版本 第一个这边 POWER BI的Desktop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 那个行动版 行动版最好麻烦请 如果你是iPhone的话去APB store 如果你是那个 那个Android系统的手机 建议你就下用那个 POWER BI商店是不是 去进行这个 POWER BI行动版的下载 好 因为行动版嘛 只有手机嘛 手机才会需要使用 然后接下来 这边还有一个叫 内部部署资料杂道 这是 落地化 这是以POWER BI server 但是是建置在 例如说假设医院端 好 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这个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其实可以跟委员公司联系 只要你有买 那个Seql Server 他可以给你搭配 使用这个视觉化分析的server版 然后接下来 那剩下的我就不介绍了 好 首先我们要下载是这一个 POWER BI的Desktop Desktop有分下载跟进阶下载 好 这个下载就是下载 现在64位元 那如果你的电脑是属于 比较旧型的作业系统 还是使用32位元的 好 这个时候建议你就使用进阶下载 或者是说 假设你今天 你的作业系统是繁体中文 可是你就是坚持要用英文版 这个时候也请你用 这个进阶下载 也就是特殊选项的时候 我就是要下载日文版 这个时候你就选这个进阶下载选项 因为进阶下载选项 当然包含下载里面的选项 好 所以点选进阶下载选项 首先 又回到了微软公司的英文的 就是最原始的那个版本 好 也就是英文 然后接下来 那这边你就要去选择你要的版本 例如说我想要使用的是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有看到 繁体中文点一下 他现在已经支援那个都国语言了 所以 所以假设你要什么荷兰的毛利文 请你们自己去找找看 然后接下来就点这个下载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他就只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64位元一个是32位元 那没有标数字的就是32位元 因为是先有32位元再有64位元 所以我们一般没有人会 会想要去标那个32这件事 那你会说那 电脑应该有8位元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在念原字 那个老师他就要求我们毕业 就是 毕 毕过的一件事 要组一个8位元的CPU出来 好 那 8位元实在是太久之前的 好 你想 我们现在都已经到64位元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标数的是32位元 你大概只要知道这件事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是30位元 请这边打勾 因为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是64位元 然后就直接点下一步 他就开始进行这个执行程式 POWER BI Desktop Setup 64位元的程式进行下载 可以了解 好 下载完毕就是安装了 所以我想这边就不太需要去做 特别多的说明 那请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你的电脑 到底是64位元 还是30位元 我可以 我可以照你讲吧 现在99%的电脑都是64位元 所以你也不用 我再去了解 哪里可以看到自己的电脑 是32还是64 可以吗 好 这个现在也没有人会想要去买 32位元 也早就没有 就是 呃 没有人要去使用什么Win7啊 这些作业系统 如果你的电脑是用Win10 基本上 应该都是64位元的 好了 这画面我就先关掉了 我没有实际的去下载 没有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 好 Power BI下载 完毕就是安装 好 安装完毕之后 我是不是要开始使用